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GenXYC的貝特幣賣信, 又是我Jake, 為大家講講這個CryptoMarket 上一集又跟大家講過BTC和EV的回調, 結果真的發生了 很明顯, 例如用BTC做例子, 它是點了點底, 然後就開始反彈了 到底它會不會繼續上去呢? 短線來說, 其實看上去是穩健地走上去的 暫時每個day chart都是越穿越高, 所以有機會真的上去 但記住這個也有機會是一個resistant的位置 換轉是甚麼, 有機會在這個位置坐下來, 落到下面, 然後再帶上來也有機會 看回EV的chart都是一樣的, 不見到啦 EV是比較慘的, EV是由三個連續的day chart, 都是綠色的green candle 之後就開始再跌下來, 如果對比BTC和EV, EV是更有機會下跌的 即是落到1500多的這個稅位, 你知道其實現在開始整個市場是unpredictable的 譬如我自己去predict的時候, 我會覺得Future快要延遲, 因為0326的Future 即是有很多Future快要延遲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 有機會令到人close position的時候 即是有機會延遲的時候, 又會令到市場跌下來, 實際上真的跌了 但我自己就是在一個不理想的位置去close position 即是會有更好的高位去close down, 再讓你get into the market, 繼續hold著一個很長的位置 都是那句, 不建議大家在Bull market裡面去short任何東西 因為都是會有很大的rease, 根本預計不到market的走勢 如果你short錯了, 隨時會爆倉 好啦,都是那句, 長線來說, 你看到BTC的圖和EV的圖都是一樣的 都是很promising的, 都是有機會上回去的 即是都是會穿回BTC, 穿回60K, 而EV有機會穿回預先的, 只是時間的問題 當然, 接下來會越來越高的走達 那會不會在這個時候發生, 還是會有一個resistance呢? 我覺得resistance的機會是大的 即是很多人覺得3月其實是一個這麼好的month來的 即是無論是traditional equity來講, 還是crypt來講 因為crypt去越來越近的traditional equity 所以其實會有一個問題, 大家都是在3月容易會有回調 但到底4月會不會回調得更厲害呢? 或者會不會是回調後才會來一個很大的沖上去圖呢? 你知道, 我個人來講, 可能因為迷信因素 我覺得4月給我的感覺就像死亡4月一樣 那個感覺就是會不會在這個時候會再有一個大的回調 所以我個人來講是比較害怕的 當你自己去做position的時候, 你也要考慮一下這件事 那就是到底你會不會在一個舒服的位置 會不會爆倉呢?跌多少會爆倉呢? 記住不要overleverage 就是你永遠在這個blue market裡面有很多contact都來買 但都是提醒大家做的一件事 就是千萬不要overleverage 因為你overleverage 對下可以發生一些突然的事件 令你承受不了, 而你爆倉之後 是會很慘很慘的 就是這樣了 短線來說 大概會有一個更大的回調 可能近4月初的時候會有一個更大的回調 我覺得這樣才對整件事是健康的 因為如果之前真的升得太快了 所以你有一個回調才會讓它更穩健一點 再爬上去 感覺就爬得好看一點 好了 大概在BDC和葉的走勢都是這樣了 就是短線回調 長線會繼續升上去 你看到仍然是在trendline裡面的 在哪個位置的resistant 在哪個位置的support 那它怎樣反彈呢 其實都是走這條線的了 好了, 那值得跟大家再分享的 就是crypto.com的一個NFT F1 Aston Martin的NFT 那他們之前做了些什麼呢 都聽朋友說了 又買了他們會很開心 那有些很便宜的version 有300元 有些version 就是top view slow-mo 或者first one 這些是便宜的 然後有個不知道是3000元 還有10k的version 那 整件事就令我覺得很誇張 因為我的朋友跟我說 就說它是賣光的 就是說300元有賣 3000元有賣 10k也有賣 那我自己當然不敢碰這些東西了 而且價錢來說 不是說貴 大家都會覺得 是不是真的值得呢 我每次見到我的朋友跟我share這些NFT 我就覺得 這就是一個很bubble的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 大哥 你想一下 你去買一幅畫 當然我明白就是 有價值的東西 是很難用金錢去預計的 就像bubble那些畫 其實in long one 其實也真的有個價值 這些collections也真的有個價值 有機會如果幸運 譬如你買了 可能會升了10倍 也不奇怪 我也覺得有可能 但還是要記住 一個concern 其實我想所有人都覺得NFT 都是存在一個bubble的 大家都覺得NFT是一個bubble的market 隨時如果有什麼事突然發生 整個market就有機會大變直 大塌了 這個是 expected 當然如果你用藝術角度去欣賞 其實我都覺得很棒 你看這些 這個NFT video 就是你有它的ownership 整件事很棒 當然有多餘的錢 當然無所謂 那純粹是 為何看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我朋友說起 跟我說買了 我都覺得很驚訝 因為本身沒有跟開F1的一些 影片或者是比賽 所以看到原來值這麼多錢 都挺驚訝 另外一件事就是 一個instagram influential 被告 就是 promise 了他的subscribers 會賺到多少錢 結果做不到 然後就被告 大家要記住一件事就是 如果有人跟你說 有什麼方法一定賺到錢 或者你將錢給他 或者你參加什麼 你就會怎樣怎樣的時候 你就會小心小心 因為 像我們這個channel一樣 其實每一次提醒你 做一件事就是 Do your own research 我們說完任何事 任何事都好 最重要是最重要的 自己都看一次 自己試 我寧願有些 譬如有些觀眾會問我 這個ICO ID要怎樣加入 其實我不會在影片內特別提到 為什麼呢 因為我希望的是 我和你分析完這個project之後 你覺得這個project是好的 值得投資的 或者覺得值得試一下 值得到的時候 是你自己去選擇 去做一些research 了解這個project 而覺得是承受到這個封劍 而覺得是要肯去買的時候 那是一個自己做的決定的時候 你才去做 才去學怎樣去 培養RCO IEO 或者whatever的東西 這樣才是最好的情況 就是每個人都要有自己 在一個投資買石 就是看完這件事之後 你覺得 我真的覺得我喜歡的 我覺得我應該買的 你才要去 譬如我剛剛提到這個NFT也一樣 我提完之後你不要自己衝過去買 你想一想 你到底是否喜歡 你喜歡的程度有多大 你是不是真的真的覺得 它有potential 是有升值的潛臨 這些都是一些很值得你自己去考慮的因素 純粹是看到這個新聞 令我有感而發 所以特地跟各位的觀眾說一個提提大家 還有再一次呼籲大家 記得叫身邊的朋友去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了 那下集就再聽我說更多的事情 那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 最重要最重要是什麼呢 記得按一下小鈴 這樣就收到我們第一時間的資訊了 那下集再說 拜拜 拜拜